大家好 我是高愁少 相信有研究開護照 都知道中國護照出名很差 免簽很少 一見到珠江紅 很多人都不喜歡 好了 究竟是甚麼原因 導致中國護照免簽那麼少呢? 今天來說 其實之所以這樣 第一 政治意識形態 沒有睡著都知道現在中國是甚麼 裡面的人大部分是甚麼 戰狼到這樣 敢有攻擊性 激到壽視那些民主自由發達國家 除了那些阿菲拉 誰敢開免簽給你 開免簽給你 方便你過來搞搞症搞破壞嗎? 所以大家明白了 這是第一個原因 導致珠江紅護照這樣的樣子 其實不止中國護照是這樣的 阿富汗那類國家的護照也是這樣 就是因為 政治意識形態造成 政治原因 很影響到那本護照 第二 中國人口多 質素又不是說好 有跟中國人簡單接觸過 都知道他們甚麼了 喜歡打尖 說話很大聲 隨地吐痰 亂炮垃圾 高質素的中國人 不是沒有 但不多 大部分都是隨地吐痰那些來 一個這樣都好投行 來多幾個這樣 嘩 不敢想像 中國還要這麼多人口 開免簽方便你們過來 嘩 搞定了整個國家了 好自然地 當然不開免簽 嚴加審查 免有這些情況出現啦 你是國家領導人 都不想招呼這些人啦 這些錢 賺不過 不要搞這些 第三 重要原因 中國人喜歡偷渡非法移民 這個出了名 問一下美國就知道了 每年都有不少中國人過來美國非法逗留 做黑工 做一下做一下 拿美國國籍 享受福利資源 福建人最厲害的啦 全世界唐人街 很多福建人的 當中 很多都是以克羅利形式 這樣在外國巡住 成為愛國公民 享受福利資源 說沒有對中國免簽的 都這麼多中國人這樣玩 凡是發達國家 就過去 黑下來 好自然地 當然不對你開免簽啦 方便你偷渡過來嗎 嚴格審查 這樣就對了 沒有國家喜歡非法移民 偷渡的 這樣好影響到國家資源 社會穩定 中國人 要是留在中國 要是去非洲啦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 中國那麼大中國人 都是留在中國玩就算啦 不要想著走出去 不是開玩笑 一天還是這樣的質素 免簽 想多了啦 有些國家 會給免簽的 阿非拉那些 一定會 因為那些地方 中國人 不會想著偷渡 那些這樣的地方 就會開免簽啦 那 不得不說 一本護照的免簽多與少 某個程度 都是反映著那裡的人 大概是什麼質素 朱光雄 哈哈 朱光雄 拿來探險就適合了 啦 那